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今次會跟大家說說, Fabricio Romano 出了一條影片 關於哈利簡尼和漫聯的情況 另外也會說說, 加拿走有最新的詳細消息 另外一個雙兵可能有好少少的消息帶給我們 另外也會跟大家談談, 關於我們比賽的頻密程度有什麼解決的方案 在跟大家說這些資訊之前, 首先多謝朋友, 請大巴喝奶茶 Superthanks 嚴峰就這樣說, 多謝大巴, 早上請你喝奶茶 第一者國內, 終於有機會請你喝奶茶 有一次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漫聯球迷周圍都是 總之大家會聽廣東話的 想聊漫聯的就可以一起聊 多謝你, 嚴峰 說回今天的資訊, Fabricio Romano 這條影片 其實, 他的主題是Kane and Man United 但其實他也說了簡射路的情況 另外另外Nukunku的情況, 這個不關我們事, 我不說了 但有一件事我也想跟大家說 就是一些勁的大的Agent, 例如文迪斯這些 其實在一個季裏面, 不停地都會見一些大會的高層 因為現在, 他們又說, 他們剛剛見到那間球會的高層 談談轉會 所以, 我想我們都是要看怎樣可以招呼他們 令到我們在轉會市場那裏更加 運籌為握 好了, 說回哈利簡尼和曼聯 其實不是太過多驚訝 簡單來說 列次仍然很想跟哈利簡尼做約 但現在還未做的 而曼聯呢 對哈利簡尼有興趣的話, 都是誰都知道的事 現在他說這個也是真的appreciate的 但當然不是曼聯 很多其他大會都有關注哈利簡尼 但說到最後 Ferbizio Romano就說 根據他的 資訊 現在都是看哈利簡尼怎麼看的 最重要 但Daniel Leffy 一點都不容易去談 所以 現在這一刻 Daniel Leffy就肯定不想跟任何人 關於哈利簡尼的轉會 但如果哈利簡尼 很肯定地 或者怎樣表態的話, 這件事是有機會改變的 所以 暫時的情況來說 我想暫時我們的立場 都不需要想著 除非 哈利簡尼有變 OK 好了 等了兩天後, 終於知道加拿組的傷勢 很可惜 他真的扭傷了 腳踩的 根腱 所以肯定會有一段時間受傷 加拿組 加拿組 亦都在IG上出了一個post 這個就是他的IG上出了一個post 大家看看 有120多萬個like 另外我看到 阿福仔也有回覆他的 Stay strong See you on the pitch soon 即是說 強壯一點 我們很快見到球場 萬聯官方 亦都有 希望他快點好一點 安慰他的 留言 我首先看了加拿組說什麼 加拿組最後幾分鐘被援出 他在IG上說 他說很難用言語的形容 我現在是感受 因為好不幸運 我接下來 就不可以幫我的球隊 和幫我的隊友 幾場比賽 而這幾場比賽 在這個球櫃裏面 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萬聯來講 除此之外 我都跟大家講過 其實他剛剛 被徵召 去了 這個 sorry 阿根廷的 大角腳 是大角腳 不是U隊 所以他亦都說 我們非常失望 剛剛 錯過了這個機會 可以和我阿根廷國家隊的隊友 並肩作戰 這個機會 對於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 我亦都很引以為傲 和我的家人都是引以為傲的一件事 但是最後他都說了 這個也是足球的一部份 我們的專業就是這樣的 但是 我已經 現在這一刻 什麼都不管 很專注地 在我的復原方面 正如剛才所說的 福仔 萬聯也有留言 另外 踢到他的球員 Carl Walker-Peters 亦都有留言 他自己在自己的Instagram 說 他說 我從來都不希望 會傷害到任何 其他的職業球員 我亦都希望加拿族 你可以盡快康復 希望 看你踢球 盡快可以看你踢球 老實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希望他快些康復的Post 但是說真的 亦都是他踢了加拿族的 現在 差不多是社交媒體 都差不多是 基本功 或者是全餐 說有些人 在他的留言Post 說一些 種族歧視的語言 罵他 說真的很多時候 人們就會對他入座 說當然是萬聯球迷 這個亦都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不好 經常都那麼容易 對他入座 或者 以騙概存 只要有些人 在某一些 對方的人說了的話 對方就會屈 萬聯球迷 也都屈了 譬如我們 所有萬聯球迷都是這樣 說真的 我在萬聯早晨接觸到 萬聯球迷 或者接觸到的巴友 其實沒有什麼人是這樣的 有小部分 他們自己承認的 有很小部分 但是九成都不是這樣 千萬不要 有一個人這樣做 你就覺得所有人都是這樣做 萬聯球迷如是 利物浦球迷如是 阿仙奴球迷如是 真的 其實你看到的東西 只是一個很小部分 甚至乎如果在網上看到 根本那個人 是不是萬聯球迷 是不是利物浦球迷 你都不知道 因為是沒有認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千萬不要這樣 或者你有些朋友 是利物浦球迷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當所有利物浦球迷 就是這樣 因為我亦都不希望 其他人覺得 所有萬聯球迷 都是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我們萬聯球迷 說真的 沒有一億 都幾千萬 你說是不是個個都一樣呢 沒有可能 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說我們都真的喜歡萬聯 但是最大的問題 那些人 是不是萬聯球迷 還是根本純粹 借萬聯球迷 的名字來搞事 大家都不知道 無論如何怎樣都好 我相信 所有的巴友 所有的萬聯球迷 都是希望 加拿走 是可以早點好 另外 有一個可能是好消息 為什麼來講 因為薩必沙 剛剛那兩場 就沒有 踢了 那麼 坎特 都沒有說 其實他受什麼傷 所以 其實他受什麼傷 暫時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 我們不知道 歐地利國家隊 沒有理由不知道 所以歐地利國家隊 就是徵召了他 在接下來的國際賽日 將會 歸隊 這件事 由於這件事 曼徹底新聞新聞記者就說 既然國家隊都可以踢了 可能 他真的可以來 尤其是卡斯米奴停賽的比賽 可以為百聯上賊 頂卡斯米奴的位置也好 或者可以幫手 未必一個人頂了 但是可以幫到手 做一定程度的工作也好 我看到有些巴友 有一個估計 不是有什麼資訊 不過他們說估計 之前有些球員說受傷 踢不到 但其實 可能是做一些特訓 他們也估計 薩必沙可能做一些特訓 等到 他現在卡斯米奴受傷 出不了的時候 就可以幫到 馬聯手 最後想說說 其實一週兩賽 我們都說過 就算我們球迷 都是非常辛苦 非常疲 球員更加不用說 但是 迪基亞 在剛剛 收藍頓那場球之後 接受了一個訪問 這是官網的訪問 所以理論上 說得比較客氣 但是他也帶出了一個重點 不知道 如果球員都真的表達了這件事的話 會不會 令到坦克的策略有所改變 就是什麼呢 剛才那場比賽之後 收藍頓那場比賽之後 迪基亞就是這樣說的 我知道 其實我們今季踢的比賽 是瘋狂地那麼多 因為我們四線發展 現在有一線就搞定了 還有三線 他說很困難的 看來就好像很容易 但是其實每三四天踢一場比賽 對於職業足球員來說 是非常之不容易 因為現在的球員 是走動很多 我們就未必有足夠的時間 去回復 每一個人 但是他說每一個球員 都是嘗試 做到最好 希望可以幫到手 你看到 每一場比賽 我們都是要 非常戰鬥 我們也要盡量 我們的能力 其實很多的比賽 好像今天 我們 打少一個球員 球員就更加累了 所以 球員更加累了 所以我們也失了一些分 但是球隊的方向是好的 我們也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下去 但是比語航奸 我想大家都聽到迪基亞的情況 尤其是 說真的 迪基亞自己本人 打龍門 的走動已經相對比較少 Infield player 即是球場中間 即是非龍門的球員 更加會走動得多 走動得厲害 所以 我們也曾經說過 現在坦克正選那班 盡量踢60分鐘左右 希望可以穩定戰局 而令到有輪緩的情況 或者去禁制作出一些 改變球賽 其實這個方法 接下來 以下的比賽 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足夠給球員 有足夠的休息呢 其實迪基亞 我估計他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一些球員的意見 我相信 關門 球員可能會表達得更多 我亦都解釋過 其實我的評估 為什麼 坦克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 up to 他的standard 可以做到他 接近100% 指令的球員 是有限的 所以他都逼不得意這樣做 但是 接下來我們越要 作出一個平衡 究竟 球員的recovery 休息 以及 那個 未達標的球員 怎樣安排他上陣 去做到一些 都幫到球隊的事 就是坦克 很重要的一些決定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只會越來越多球員受傷 只會越來越多球員 跑到就沒有力 而令到他那個 幫到手不是100% 說真的 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再重新一次 坦克 只是接手了球隊幾個月 而經歷了兩個轉匯槍 雖然他都買到一定程度上的球員 但是這些球員是不是 完全幫到手 究竟我們後備有多幫到手呢 這個就要看看坦克 怎樣去作出一個評估 當然 接下來的暑假可能會更加多的動作 希望可以在轉匯市場 我們 就會更加多的調動 就會好些 同時 我都期待了 現在 坦克將會 統領了清訓 怎樣可以盡快 或者比較容易 去提升到一些清訓上來幫忙 未必是幫 很多 但是少少都可以幫到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的調動會比較好 因為說真的 今屆我們說了很多 傷病 其實 都幾嚴重的 現在這一刻 再加上 有些 不公平的對待 又會令到我們 雪上加傷 正如剛剛那場比賽 正所謂 培料夫人 又接兵 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是萬聯 我們的領隊 球員 都肯定是會為了 避章而戰 還有 我都很肯定 每個人 都會 希望用盡他的能力 幫萬聯 取得好的成績 踢得好 讓我們萬聯球目的 這件事 在現在坦克大令下的萬聯 我一點都不擔心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想 今次就到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第二支會講一下 關於一些賣盤的消息 拜拜 請請